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种车身颜色可以来选择 分别是白色 粉色和青色 那我们这一台呢就是青色的配色 看上去确实是还挺轻轻的 虽然是一台小型纯电车 但是快慢中口呢是都有配备的是位于左右一字板处的 那虽然是放置在了前方 但是因为整辆车的车身尺寸还是比较的小小的 所以直接扎入纯电车位呢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尾部的设计呢放在同级别的对手中呢 可以说用帅气来形容了 那我们打开后备箱 那新日都会发现 虽然它是一台小型纯电车 但是它后备箱的整个深度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有得必有失嘛 这也是牺牲了下方备胎的位置来换取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相比起后备箱空间的使用率来说呢 备胎的使用概率真的会更加的低 所以这个取手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拉上车门坐进车内 几何翼的内饰设计可用碾压同级对手来形容 以外观配色相一致的是 内饰也会提供白粉青三种配色 但是呢他们只能跟外观配色相一致 并不能够混选 同时这套内饰的精致度呢也是非常好的 它也会采用10.25英寸双联屏的设计 尤其是这个车机 我觉得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流畅的 而且呢我们还会发现 它会带有百度网盘这个第三方的APP 那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这个车机中 发现应用商店的软件 所以这个应用呢大概率是出厂自带的 那这一点还确实是挺少见的 相比起老款车型 它将整个换挡机构呢是换装成了环挡 所以在中间的储物空间上就会更加的丰富 而且还会有一个开口非常大的这个贯穿式的储物空间 前方放手机的区域呢还会有两个USB的接口 但是如果能像比达丁海鸥那样给一个储线充电的话就会更好了 后面就是两个标准的杯座呢 它也会有一个辅助箱 放几瓶这样子的矿泉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同时啊在上方它还会带有天窗的配置 这个在同级别车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 来到后排 调整好驾驶位坐姿之后呢 它依旧是可以提供安全的腿部空间 那头部呢也会有四指的空间 不过呢因为地台的下方呢是布置了电池啊有一点高 所以呢我的腿部是有一定的悬空的 但是啊对于这级别的小车来说呢 要求也不能太高 以及呢它的宽度呢是达到了1765毫米 在同级别对手中可以都是领先的存在 所以它是一台标标准准的五座车型 应急坐一下五个人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其实五菱丁国那个小车呢是一个四座车型的 如果你想拿它来坐五个人的话 那对不起你超仔了 另外呢在这个座椅的下方 因为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所以几格呢也是布置了一些小小的储物框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利用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那在后盘呢也会有一个USB的充电借口 包括在下方呢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槽 几何一引火虫使用的电机呢是60千瓦130牛米呢 那相比起它的同级别对手来说呢 这个数据会更加的出色些 那数据的领先也会体现在日常的驾驶中 开起来会更加的轻快一些 那这辆车还挺有意思 它的驾驶模式呢只有两种 一种呢是节能 另外一种呢就是运动了 在运动模式下呢 电门的响应也会更加的灵灵一些 另外作为一台小型纯电动车来说呢 它的NVH控制的我觉得还是挺出色的 风噪是会有一些 但是我觉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的 它使用的是前迈福圈后扭力量的悬挂行驶 其实同级别的很多车型都是这样子做的 那我觉得这辆车其实它调教的还是比较的好的 开起来就很稳重 尤其是这个方向盘 它会带有一点虚伪 但是并不多 所以你会觉得开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同时它还支持L2级别的驾驶辅助 可以来选装 因为整辆车的驾驶质感 我觉得开高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所以如果周末有周围城市的通行需求的话 把L2的驾驶辅助选上的话 开高速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一些 而且相比起同级别对手做的更好的是 它还会带有四轮胎压的显示 它会直接显示出数值来 所以你就可以更直观的发现哪一个轮胎缺气了 它的动力回升一共有三档 如果你放置在中间那一档上面 它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拓距感 但是如果放置在最低档上面 那个跟关闭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其实整台车的表现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有一点让我越微有些接受不了 就是它的主驾座椅了 它整体的填充就有点太直了 就不太符合人体工程去 所以如果坐久之后呢 整个腰部是会比较的疲惫的 同时虽然整辆车不大 但是它采用的是一个前驱的结构 所以整辆车的转弯半径呢 会越微的大一些 就需要适应一下 总体来说呢 我对于这台几何翼银火虫的驾驶感 就是非常的满意的 那50的冰果那台车呢 我之前也是试驾过了 相比之下 我会更推荐几何翼银火虫 那好了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Jill 我们下期再见